大家好呀,欢迎来看蜜虫 今天我们继续讲解结婚作词离婚作曲第二季第九集 上期我们说到,碧莹看到院长与俄美拥抱在一起 受到打击,昏倒在地,被院长暴入病房 碧莹醒来后向丈夫摊牌,质问她与对方是什么关系 并严重怀疑院长让小三假住院 为的就是两人能够光明正大的见面 如今碧莹只想让院长把小三叫来,三方对峙 然后与丈夫离婚,面对自己的过错 院长百口莫辩,只是向妻子道歉 并愿意尊重她的选择 但是这一切只是幻想,现实却是残酷的 碧莹醒来后双眼无神地看着天花板 思考着下一步该怎么办 院长见老婆醒来,想要握住对方的手 却反被甩掉,碧莹张开嘴 试图询问母亲的身体情况 这才发现自己无法发生 院长告诉她,院母得了癌症 癌细胞已经扩散到全身 就算动手术也无法完全清除 碧莹一阵吃惊,她从没想过母亲会病得这么重 她起身拔针,此刻的她只想守护在母亲身边 院长推着她来到岳母的病房 碧莹的母亲虽然昏迷不醒 但她听到周围人说话还是会有些许反应 碧莹张嘴想要呼唤母亲 却发不出声,最后只能无助地鼓起 院长上前安慰妻子,反被推开 碧莹回到病房 得癌症的母亲,出轨的丈夫 双重打击,使她无力地躺在病床上,流下眼泪 院长担心老婆与情人见面 她连忙安排让峨眉转院,并提醒对方 如果她再次住院,自己就会联络她在美国的父母 听着对方敲打的话语,峨眉一阵沉默 听闻亲家母住院,继母深受启发 她一定要注意身体健康 活得越久才能常伴妻子身边 不然她一定会死不瞑目 家里只剩下继母与孙女 她煮好了鲍鱼粥,打包了食物 带着孩子去医院探病 打发完小三,院长迎接继母和女儿 三人一同来看望碧莹 碧莹想要与女儿说话 却无论如何也发不出声音 只能不停望着女儿流泪 院长看着老婆这样,呆心不已 原来碧莹因为承受不了招呼出轨 和母亲癌症的双重打击 患了选择性肩膜症 院长却以为老婆只是因为母亲突患癌症 才会这样 另一边得知院长夫人住在一号病房的峨美 出院前想要看看原配长什么样 她来到病房门口向内望去 却发现病房里空空如也 原来碧莹恰巧就看望母亲 两人遗憾错过 惠莹这边准备带士贤一起去釜山过年 这次闹出这么大的事 她不愿与公婆一起过年 几人见面肯定互看不顺眼 趁这次惠莹想要与老公去釜山忘记一切 重新开审 并提醒对方这是她最后一次机会 惠莹公婆得知此事 大为光火 来人指责儿媳妇不懂事 随心所欲不尽媳妇本分 利用儿子错误吃定二老 事前爸一拍大腿 开心的飞起 这样他就可以把宋元叫到家里了 老婆却不愿让宋元与大儿子一家见面 会十分尴尬 于是事前爸又畅想着 中秋时一家人热热闹闹在一起 再加上自己刚出生的亲孙子 简直快乐 刚与老公聊完 惠莹接到作家电话 碧莹出世住院了 得知此事 俩然一起来到医院看望对方 刚好在大厅遇到院长 院长把碧莹母亲癌症晚期 以及碧莹因承受不住打击 说不出话的事情和盘夺出 并以碧莹情绪和很不稳定为由 谢绝俩人探望 而惠莹感觉很纳奔 一向内心坚强的碧莹 这次为何受到这么大的打击 这不像碧莹一贯的风格 莫非受到了更大的打击 医院内院长把好友来看望的事情 告诉老婆 碧莹如以前一样贴心的安慰着对方 可看着眼前这个男人的虚情假意 碧莹心里一阵阵恶心 甚至不让对方触碰自己 狠狠地望着院长离开的方向 如今碧莹转移到母亲的病房陪床 一心照顾母亲的起居 以此逃避老公出轨的痛苦 一直以来照顾碧莹母亲的保姆告诉她 碧莹母亲长期忍受着癌症的折磨 一直等着碧莹来电 希望在生命最后一刻 多听听女儿的声音 碧莹听到后 内心十分自责与痛苦 而小三中过得最好的就是女明星了 她与教授欢声教育 或者幸福的生活 此时送缘打来电话 告知她峨美住院了 冷人相约一起去医院看望峨美 于是女明星带上教授一同去探病 女明星把教授介绍给峨美 一阵寒暄 教授虽然认出峨美 但也并未多说什么 借口离开病房 她回忆起在马场 看到教授与峨美一前一后 开心骑马的画面 决定要做点什么 而院长在丈母娘癌症晚期 老婆说不出话的情况下 还不忘去看望峨美 为其贴心的买来热粥 院长表示 以后都不会再来看望峨美 她怕医院员工会认出她来 峨美虽然内心失望 却也毫无办法 眼看就要过年 峨美想要去宋元家过年 院长顺时询问 宋元是否知道自己 峨美坦白 宋元和女明星都知道她的情况 毕竟她们三姐妹 处境相同 都惺惺相惜 而峨美最羡慕女明星 因为她马上就要与教授结婚了 院长像是没听到峨美的话 急忙接起电话 继母喊她回家吃饭 峨美听到询问对方 来店的就是院长初恋兼继母吗 院长不太高兴 但她的表示 不要这样说别人 说完 拖也不回地离开病房 碧莹一直住在医院 每当回忆起 老公在病房内抱着小三的画面 就越想越近 她来到峨美病房想要与其对治 没想到峨美早已被院长转移到其他医院 碧莹扑了个空 十分生气 此时 院长前来贴心地为其盖上衣服 防止她着凉 离开时 院长很自然地扶上老婆肩膀 却被其一把推开 这下还不知情的院长生气了 老婆的行为太伤人 毕竟自己是她的丈夫 为何不许她触碰 碧莹没有理会对方 继续回病房照顾母亲 院长追上去 还想再劝劝老婆 却反被碧莹用输液线缠住脖子 差点勒死 原来一切都是碧莹的幻想 现实中 她还是一直保持沉默 不理会自己的老公 如今的碧莹心里对母亲万分愧疚 她想起当初大骂母亲的话语 发誓一辈子不让她见外孙女 并且无情地指责父亲外遇 母亲逃不了干系 一定是父亲厌烦了她才会出轨的 可如今碧莹亲身经历过 深爱的老公出轨的事实 终于理解了母亲当时内心的痛苦 她握着母亲的手 不停垂打着胸口 酷得伤心不已 并一笔一画地在母亲身上写下 对不起 请原谅我 我爱你的自己 母亲像是感受到女儿说的话 流下眼泪 随后安静地离开了人世 院长立马通知季母 数据中的季母没有感觉到震动 多亏了一旁死死盯着她的丈夫的魂魄 这才使得季母突然惊醒 接到了电话 随后季母来到医院安慰病营 让她为了老公和孩子 要坚强起来好好生活 教授与女明星混在家中 为了确认俄美出轨对象就是院长 教授不停套女明星的话 了解俄美男人的情况 经过一番确认 教授得吃俄美出轨的确是院长 于是教授带着一堆礼品来见作家 这次他特地把院长出轨俄美的事情 告诉了作家 这下作家才知道 为何必应突换选择性肩膜症 他肯定在知晓老公出轨 母亲病重后 经受不住双重打击 才变成如今这样 宋元的朋友介绍他去教一位客户中文 而这位客户正是士班 宋元好奇对方为何想要学中文 士班潇洒解释 自己为了防止老年痴呆 而他只有晚上才有时间上课 宋元遗憾表示 华友深运他晚上不太方便 只好介绍其他人为其授课 一会儿宋元朋友前来 三人愉快地聊着天 宋元无意间得知 士班是惠领的同事 一时间惊讶不已 一旁朋友询问士班 惠领为人到底怎么样呢 士班却毫不客气地表示 节目又不是靠人品 关心主持人八卦 如多欣赏对方的节目 说完起身离去 朋友望着士班的背影 告诉宋元 对方是SF电子厂的公子 妥妥的豪门少爷呀 电视台内 惠领的作家下班回家 偶遇正在喝咖啡的士班 惠领连忙上前与其攀谈 询问士班为何昨晚没接自己电话 惠领想勾引对方 不停找话题与他攀谈 可士班却并不上套 只是有一搭每一搭回应着惠领 从士班的回答中 惠领断定 士班假地丰厚 正说着士班得到消息 告诉另外两名女士 碧莹母亲去世了 好友前来调研 碧莹最后亲戚母亲脸颊 与母亲道别 本期结束 夏季中碧莹终于与俄美见面了 相比之下 米虫更好奇的是 得知了院长有小三的寂寞 会是何种反应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 留言 帮助米虫 每天就是打咖米虫包具 一整天嘴角小玩玩哟 拜拜